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就是说很多朋友大概有一个误解 我觉得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一定就是要支持共和党 我们有看到一些群组那个名字 就是说我们要挺共和党 我们要支持共和党 但是很多时候你如果要是把一个群体里面的人 你把他们全部都看成单一化 其实这个事情是比较有危险性 或者比较有陷阱性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 基督徒是不是就一定要支持共和党 那我们开始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来讨论一下说 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不管说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哪怕就民进党 就是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党就是一群人集结力量 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 那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是这个样子 那对我来说 对你来说党是什么 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就是党就是国 国就是党 所以就是如果你说中国 那你就是在说共产党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画等号的 这是以前接受的教育 就是中国等于共产党 等于中国人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有的人说共产党不好什么什么 很多中国人会非常生气 因为你就是在说我们不好 所以它是这几个东西分不开 就是国家党派还有人民 他们认为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所有的党都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党都是想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模糊化 就是每一个党最终的目的 都是想要统治全国 每一个党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排除一击 这是每一个党派努力的目标 每一个党派想要做到的事情 都是这个样子 美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因为美国这边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党存在 一个是Federalist 一个是Anti-Federalist 一个是支持强大政府的 然后一个是支持比较小的政府 基本上快要没有政府的意思 那这是美国从以前到现在的文化 然后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是朝着美国这个方向去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两个很大的党 然后其他有几个小的没人在意的 那会有这两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比较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名义 但是美国是这个样子 美国是说我们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来讨论 我们可以来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绝大多数的党 他们要的都是另外一个党最好不要存在好了 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就是 他们都是有他们的政治目的的 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消灭对方的党而已 而不是说他真的是要为你 真的是要建立基督的国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很多时候人会变得特别单纯 然后就是说 哎呀这些人他就是单纯为了我们好 他们就是单纯为了正义 其实没有这种事 哪怕就是一个党 他人数越来越多 鱼龙混杂的程度也就越来越多了 或许里面是的确有很多人 他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人 但是你不能够说那里面没有其他类型的人 会很多很多 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 我们刚才说了党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很多人说说基督徒 是不是就一定要支持共和党 基督徒要支持的不是党派 所以这也就是说很多时候 像我们这种所谓的讲政治的基督徒 被不讲政治的基督徒给诟病的 就是他们就说你们怎么就两党里面选一个去站 然后你们要去支持某个党派 其实这个是完全误解 就是基督徒并不是支持某一个党派 你如果要是为了某一个党派的利益 你去支持的话 那你就不能讲说你是用基督的这种方式去支持了 你只能说这是你个人的行为 但是基督徒要支持的是圣经的价值观 而不是某一个党派 而且我们寻求的也并不是从政治里面去寻求利益 对 那对我来说 为什么这么多数的基督徒会支持共和党 就是因为目前共和党的政治方向 还有他们的文化标准 是比较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相近 对比较相近 OK 比较尊重个人自由 比较尊重自由市场 然后比较尊重人权各方面 一男一女婚姻啊对一些 那我们要追求的也不是那些党派的利益 我们只是像至少我是这样子 我们只是要把文化还有价值观 带回到我们的社会而已 我们只是要把圣经的价值观带到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社会可以更稳定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身 然后让我们的小孩不会受到 那个样子的摧残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会去支持这样子保守的一个党派 对 那我们不是在反对另外一边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 有可能共和党也被敌人利用 很有可能共和党有一天也会变坏 就是我们不能只因为那是一个 现在是保守派的党或是怎样 然后我们就永远的都一定要去支持这个东西 共和党不代表圣经 共和党不代表基督 共和党不代表说他永远都有基督的价值观 那我们这次看到了很多的 不管是过去的参议员啊 还有很多的共和党的人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很多他们只是在利用基督徒 很多是在利用基督教而已 对包括我们近期接触的一些政治人物啊 他们已经非常坦白的跟我们讲 说他们就是在利用基督徒 那他们本身很多也并不是特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了 他们或许在外面表现出来 是但是其实他们私下根本就不是啊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更是不要轻易相信党派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共和党现在是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你说共和党有没有做一些违背圣经价值观的事情 绝对有啊 就像之前有人跟我们讲说 现在加州的共和党在推什么 加州的共和党 他们在推儿童变性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他们加州共和党的一个agenda 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它违背圣经价值观 那你说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能同意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 所以就是我们当然要对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要保持一个警惕 这边呢给大家来举两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就是Lindsey Graham 是有名的大rhino 他之前不是大rhino 我以前看他的新闻啊还有各方面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保守 然后就是每天God is God that 那一种 他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在川普的之前的左右 就连川普在位的时候 他也都是很支持川普的 是到最后川普就是1月6号之后 他还出来enough is enough的那个东西 就是说他之前你如果去看他的历史还有投票的方向的话 他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 然后还不错的共和党人 然后是一个支持保守派 然后支持传统价值观的一个人 那你现在看他的方向的话 他好像还是支持传统保守派 还是支持这个圣经的价值观的人 但是他很多东西就会去妥协 最新的这个呢就是在最高法院推翻Roll v. Wade之后 那照道理讲说Roll v. Wade 堕胎这个东西 美国政府就说我不碰了 你们州政府去碰 对这也是推翻Roll v. Wade的目的嘛 就是说不要让联邦政府再制定说你是否可以堕胎 让每个州自己去选择 对那现在Lindsey Graham他在说法是国会要重新立法 15州后就不可以堕胎了 那其实这个乍一听很多人还会鼓掌呢 就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看他敢为生命发言啊 说15州以后不能立法 但其实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说到国家可以要求所有的州15州以后就不能立法了 那么这就代表着国家有权力去叫所有的州去做这件事情 这等于就是扩张了整个国家的力量跟权力 那也就是Roll v. Wade那个白腿了 如果他这个如果真的能通过的话 对就本来就是说这东西是州的事情 我们州可以说我们全部不可以杀小孩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州的力量 我们这个州就是不杀小孩 你的那个州像说加州 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就是要杀小孩 出生一个月之后还是可以杀 出生30岁之后还是可以杀 只要我们想杀就可以杀 那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可恶心 而且很可怕的一个法律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 你也没办法阻止堕胎 因为你的确是可以从某个红州 然后开到加州来 然后就说我要堕胎 那也是可以的 那保险公司你也可以透过各方面来去支付这个钱 甚至Gavin Newsom还会说 你看你来我这边堕胎 我还给你钱还给你住旅馆之类的 但是这个样子的权力还是在州的里面 并不是在联邦政府 他重新把堕胎这个东西 放到联邦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的时候 就表示联邦政府可以照着这个东西才重新律法 那到时候要推翻这个东西的15州 变成17州 再变成20州 变成30州 就变得跟加州一样 那么就又变成全美国都可以堕胎了 然后那些已经立法说 我们拒绝堕胎这些保守派的州 也要被迫遵守说 15州以后才不能堕胎 人家那本来就说我们这 比如说从Conception 就是已经受孕了开始 我们就不接受堕胎了 那如果这个东西通过 他们就说那还是可以堕啊 你还是要被迫到15州以后才不可以 这等于就是再度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权力 对 像现在拜登不是在推行说 我们的军营是可以堕胎的 我们军医院是可以堕胎 我们的Veteran Hospital都是可以来帮 所有的人做堕胎手术 就算在保守州 因为它是联邦的地 现在可以讨论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联邦政府如果说不能管堕胎了 那联邦的政府的医院属于联邦的 可不可以进行堕胎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 然后可以去讲的 因为你最起码还有一个争论的点 就是说我联邦的医院在保守派的州里面 那我这个是归联邦管还是归保守派的州管 我到底要服从哪一个 你这是可以从法律的方面去adjust 对 那联邦的州如果在州的范围里面的时候 需不需要遵守州的法律 对 照道理讲是需要的 联邦的法律不可以override州的法律 联邦的法律不能在州的境内违背州的法律 那州的法律不能在全国的范围 违反联邦的法律 照道理讲是这个样子 彼此是不相没办法干涉到的 但是现在Lindsey Graham在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在扩大政府的权力 要把政府的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堕胎的这个手 要把堕胎这个议题 重新放到美国联邦政府里面 那他这个做法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 他被保守派骂是rhino 对 被左派说 你现在我们几个月之后可以堕胎 还是不可以堕胎 你都要管 所以说他这个做的事情 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只做到了一件事 就是扩大政府的力量 这个就是 我觉得它是个rhino最主要的原因 对 而且他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弄的 因为你想这个事你不管怎么想 他其实想来想去感觉都是弊大于利 你明白 因为他在两党里面 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他如果这个东西通过 他没有办法讨好右边 也没有办法讨好左边 他这一个人只要利这一个东西 就是被所有人骂 但是这里面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 他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他才会去做这种事情 把所有人都得罪光 他也愿意去做这种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增加了政府的权力 还有另外一个也像说Ted Cruz Ted Cruz是我一个一直很喜欢的一个政治人物 Ted Cruz现在在跟民主党谈一个合作方案 立法加强网路监管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Ted Cruz之前投票是说 他支持言论自由 然后支持出版自由 政府不应该管人民有什么这个东西 就算是仇恨言论也是言论自由 言论不会杀人 然后言论不会怎样 但是现在他却跟民主党合作 在谈判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跟他之前说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而且跟共和党还有保守派的方向 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像这个样子的政治人物 他们每一次做这个样子的决定 他们每次投票的时候 我们都要重新再思考 他是不是还是保守派的感觉 因为说实话真的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久了 你就别说他们到这么大的关 他们一定面对的很多诱惑 那都是非常巨大 那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你很难保证说 他什么三年前跟三年后还是一模一样 五年前跟五年后还是一模一样 哪怕你原来还曾经考虑过说投总统要投给Ted Cruz 对啊我那时候还说要投给他 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么多新闻 我只是就是看那些总统辩论 我觉得他说的还不错我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那时候 Donald Trump就一直就是骂别人骂别人 然后我说好像Ted Cruz比较好 那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现在这么的深入去了解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说他是个不错的人 然后讲话还蛮有条理的 特别是在2020选举的时候 他最后就站在那个地方说我反对这个选举结果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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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是在那个1月6号那一天 他准备了超大一罗的那个文件 然后要说那个选举结果 当时在办公室我们三个人 咱是可激动了 咱是开现场直播呢 结果没看多一会儿人家说 有人进来了 然后我们就啊 而且之后他还有什么联合这么多个州 然后要去告联邦政府的这个选举委员会 就说哎你这个选举真的是不公平 然后他收集了很多资料 什么Pansylvania的 创改他们自己的宪法各方面的 就觉得说哦这个人真的是有在做事 这个人真的是有在加拿 这个人真的是个保守派 结果他现在去做了一个要跟民主党 去谈一个违反言论自由的一个 就是违反宪法的东西了 那很多时候就右派跟左派 是不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可以做调节 的确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违反宪法 或者违反圣经价值观的这个基础之上的东西 那就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那基本上就是每个人各执一词 基本上像堕胎的这种东西 那保守派就说哦不能堕胎 那那个左派就说哦多大都可以堕胎 在这种东西分级上面非常大 但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如果要是在经济方面 或者在什么方面 其实中间是可以开会来协调 来达到最大化利益的 但是呀就是他这个东西是 我不知道就中间的那个他认为可以协调的点到底是在哪里 大概就是往他们那个方向去跟人家讨论 怎么来做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要了解一点就是他们都是政治人物 那政治人物为什么会当政治人物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权利 那只要能扩大政府的权利 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只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利而已 所以他们如果可以达到一个两党共识的话 很有可能他们只是一起说 我们一起扩大我们的权利 就是你会有什么我会有什么 对就像我记得animal farm那本书里面 动物农场 动物农场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写说 animal cannot kill other animal 动物不能杀其他动物 结果那个猪就杀了那个马还是什么东西 别人第二天去看 就是他们开会结果 就是说动物不能杀动物 这个法律不是一个正确的法律 因为很多人是该死的 然后那个底下就变成动物不能杀其他动物 如果没有正当原因的话 就加了一行字 对就加了一行字 然后整个东西就变成一个事实 然后可以衡量的东西 变成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认为他认为 对对对 那很多现在保守派的人 就会掉到这个里面 对就像这一次德州州长 还有佛州州长在做的事情 他们把非法移民放到这些蓝的州里面 听起来很爽 做起来也很爽 感觉真的就是觉得说 哎怎么样 你也知道苦头了 对就你也活该 因为谁让那些蓝州 他们自己也说 我们这就是避难州啊 对 我们就是愿意接受难民呢 那这个事情来看的话 就是你愿意接 那我就愿意送 所以就会产生一种 让人感觉到很大快人心的感觉吧 对对 那你去看那个网路上有很多的影片 他也是在说 纽约的人他也不想要 那个非法移民在那个地方 是 那没有人想要非法移民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终于就是 知道 尝到自己的这个苦头了 但是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把非法移民散播到整个美国 而且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抓不到了 而且共和党的人还帮忙散播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东西会被写在历史里面 就变成一个bipartisan 两党共识 两党一起在做的事情了 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以大快人心 来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事是要考虑后果嘛 我知道德州赌得很辛苦 我知道亚利桑那赌得很辛苦 我知道他们快要崩溃 然后联邦一直都不管 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从一个角度来讲 就说他们这样 把人送到各个州这样里面 对不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些州 你就比如说像芝加哥好了 那是Laurie Leifer说的 我们愿意接受 然后是那些政治人物定的 说我们是避难所的州 但是你真的问 住在城市里的那些人来讲 你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 你问他们说 你们愿不愿意让非法移民住你们隔壁 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的 我相信这些老百姓大部分来讲 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扯的事情 但是是那些少数的政治人物 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然后政治人物跟政治人物之间 他用这种自己认为很爽的方式 去惩罚政治人物 但是他其实是惩罚了当地的老百姓 那对于我们整个美国社区来讲也不好 那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问我说 我当州长 我如果要是Ron DeSantis 我要是Greg Abbott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知道怎么做 你就是怂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获得选票 因为别人看了之后会觉得很爽 他们是有政治目的 然后他们是有个人私有利益的 他们是可以做一场很漂亮的秀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你投票给我的话 你看我可以处罚这些左派 所以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是好的 但是这样子的行为 是基督徒该有的行为吗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真的仔细一想 对美国老百姓到底有没有好处 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跟这个人置气 然后是怎么怎么样 你为了达到各种利益 你要去各种事情 你是要真的知道 对美国老百姓有没有好处 或许很多时候老百姓在这拍手 欢呼 跳舞 鼓掌 说你看这些人 多有胆量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老百姓自己都没有想到 还有可能这非法移民 哪一天就出现在你家门口 就出现在你们外面的街道门口 然后这些人就是他们被大巴拉过来的 很可怕的事实就是 很多时候民主是可以把自己投票成独裁的 德国纳粹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的那时候 毛泽东也不是在上面讲 得明星者得天下 然后他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也都是的确是获得了明星才会去 达到这个样子的政治的高度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们要避免独裁的方法 就是不要完全的依靠一个党 还有他们的方向 而是我们要回归到一个不变的 而且是稳定的 它是绝对会为了我们好的一个方向 对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方向 我们才可以去努力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个人的能力非常强 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 你说德州州长 佛州州长 哪怕像川普 永远都不会做错事 但是你说这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他们都是人 人都有缺点 人都有弱点 一个人不可能从头到尾 他一直都做特别好的事情 你看就像大卫 大卫一生追求神 大卫是个基督徒吧 是个超好的基督徒吧 老年是不是犯错误了 那当然了 他犯错误之后又很快的回转 这个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 但如果说你这个人要不是基督徒 他一般上犯了错之后 他如果尝到了前头 他基本上就不会回转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听到 政治人物也好 说神啊神啊神啊 这个神那个 哪怕他到处讲见证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天真的认为说 这人真的很棒 他是很值得信赖的基督徒 然后我们就一定要投票给他 或者一定要支持他 怎么怎么样 那你说 在我们这次的过程中 我们认不认识 有很多这样基督徒 的确有啊 有很多基督徒真的在 哪怕他们不参选呢 就在教会里面 也就顶挖挖的基督徒啊 真的很棒啊 你随便拎出来一个教会里的人 你圣经知识 你赶不上人家 你祷告赶不上人家 你对神的那个信息 你赶不上人家 真的 他们在基督徒里面 都算是非常棒的基督徒 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 天天嘴上说神神神神神 但是心里却离神非常远的人 很多 你真的生活中不认识他的话 你只是被他台上讲的两句话 你很快就被他骗过去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直强调说 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频道 而不是一个政治频道 其实这就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没有圣经的话 我们都不必要存在了 我们都不知道 到底在这里讲什么 你讲一群坏人 在那逗来逗去吗 你讲政治党派利益吗 谁比谁更坏 谁跟谁阴谋论 写的像小说一样 这没有任何意义 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 对我们每天的生活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换来换去的 只是你心里充满各种苦度 然后在那骂一骂 在不懂的人面前骂一骂 然后好像装得自己特别懂 你知道吧 就是会得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讲 没有任何的帮助 如果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国家 或者让我们个人 让我们所有这个社区里面 真的都在一个正确的轨道 上面行驶的话 那你不能靠任何人 你唯独一个只能靠圣经 因为这个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而且这个是完全的真理 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真理 你只有靠着这个 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真理 你才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 不然的话 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可能接触 Lindsey Graham 他以前多好 你看现在堕落了 Ted Cruz 你看他以前多好 现在你看 这种那个违反宪法的事 他也跑去跟左派谈了 对吧 我们可能会说说话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 一直在神的刀上面去行驶的话 哪怕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诱惑 不做他们那么大的活 我们哪怕都会做出 比他们更加邪恶的事情来 有一天 AI News就是停止去教会 然后停止看自己看政经 然后在这边讲新闻的话 那千万不要再听我们讲 对 哪怕有可能我们的内容会变特别精彩 我们的制作会变得非常棒 然后看起来又很有娱乐性 然后又很affirmative 但是如果那种东西 要是不是在圣经根基上的话 我都觉得没有必要听人在这边废话 如果要是人在讲来讲去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可取的东西 所以真的不必要讲 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变成这样 那个时候就变成我们就跟佛舟州长在做的事情一样 就是只在讲大家爽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教会为了要吸引人群 所以说去讲人想听的东西 所以说没有讲到真正该讲的东西 真正该讲的议题 然后很多教友去了教会之后 然后就说 你看这个牧师讲得真好 为什么 他讲话很风趣啊 很搞笑啊 你有听过这样子的人吗 有 有的会讲故事很幽默 然后会讲笑话 然后大家就很喜欢听 但是听完了之后 你对生命的建造有没有帮助呢 对 其实每次听到 我在我的教会听到的时候 常常每次牧师讲的东西是对我很conflict的 就是我每次听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 天哪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我是没有做到这样的 我没有做到我自己的最好 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可能太懒了 然后我 没有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 我每天会来检视我自己 这个样子的教导 才是真正的教导 这个样子会让自己自己反省的才是真正属于基督的教导 这样子你才会越变越好 一直在那边讲你爽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某层面让你听起来很爽 觉得很自以为意 但是其实害了你自己 对 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一种精神毒品的这种东西吧 让你不知道满足于一种什么好像虚无缥缈又抓不到的一种什么东西 但这种东西又很快会消失 所以我们不必要把生命浪费在那种东西上面 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都是基督徒嘛 如果是基督徒 好好去吸收教导 好好去读圣经 好好去寻求神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非常鼓励你 因为你呢 其实已经在追求真理 很快就要摸着门了 欢迎你 如果你要是在洛杉矶在寻找教会的话 你可以联络我们 如果你要是在台湾你在寻找教会 你也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可以来给你介绍给你来给你推荐啊 呀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依赛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各位组内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周一方牧师 很高兴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可以一同走入虚拟世界进行冒险 相信接下来的系列课程 既会适合入门者 也会开启前瞻性的发展路径 既将探究相关神学 也将令您感到新鲜有趣 既要一窥元宇宙轮廓 也要分享基本具体技术 我们在此诚恳地邀请您的参与 到时候见了 课程日期及报名资讯 请见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